大家好 3月2日 今天 又勞重謀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說 不好了吧 我明白 我其實都不是很想 不過 局長又真的走出來 說了很多很多很多東西 那怎麼辦 其實局長就是接受了01的訪問 訪問昨天做的 不過今天才出街 01就標榜 這個是局長 除罩之後的第1個訪問 當中 除了大談 疫情的總結 還首次 否白 局長自己跟 特首李家超的關係 是不是值得 跟大家一起去分享講一講 盧寵茂 怎樣形容 他跟李家超的關係 就是 大膽 其實這個是老闆 但是 盧寵茂就說 他兩個人的關係 就由於一個家庭 那對父母感 一個是爸爸 一個是媽媽 父母感 不就是 盧寵茂覺得自己跟特首 是兩夫婦 有沒有問過 李林麗善呢 為什麼呢 為什麼會 訪問會提及 盧寵茂 和 李家超的關係呢 主要就是记者的提问 记者举了几个例子 说大家觉得他与李家超的关系 举了三个例子最少 第一就是去年李家超上场没多久的时候 9月的时候彭博出了一个报道 就是李家超想去放宽 取消旅客来香港要在酒店隔离的安排 不过彭博说在政府里面有人反对 那个就是劳宠茂 当时劳宠茂还很激动地 曾经出过来去写文章 去批评不点名批评彭博这段报道 说他你现在延期攻略 搞了一轮 这是第一个例子 但是跟着也有很多 李家超和盧宠茂在抗疫政策上 表面上不同意见的报道出来 记者印的第二个例子 就是盧宠茂公开发言就说 不应该去取消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是不会取消的 谁知道他说完这番说话之后 两天后 两天 李家超就宣布取消安心出行 跟着第三个例子 亦都大家 我想都很记忆由心 就轮到疫苗通行证了 同样 盧宠茂接受电台访问的时候 就提到 说不会取消疫苗通行证 怎么知道 这次 没两天那么少 是有四天那么多 四天之后 李家超就出来宣布 就说取消疫苗通行证 种种种种种种这些例子 于是记者就去问及 盧宠茂和李家超的关系 盧宠茂怎么说呢 盧宠茂就说 他就在这里 用了一个家庭来做比喻 好像一对爸爸妈妈 一个做好人 一个做坏人 好人坏人这些字眼 盧宠茂有用的 他说 不过 最后 都是达成 一个结论 出来 因为始终他们是一个政府 盧宠茂说 李家超是很尊重 医务卫生局 他和同事的意见 这个就是盧宠茂 今天的 会应在另一个访问里面 提及 他和李家超的关系 那 嗯 他说他是 就是 因为记者也都会提到 网上就有人会这样 用这些例子 然后就发潮文 就说 如果你觉得自己 做事做得不开心 在工作上好像被老闆针对 你就要想一下 我们的 医卫局局长 那么 盧宠茂就说 他是不介意 有这些 这样的说法 他觉得 不是人家的口 是有在人家那里的 他不介意 怎么说 总之 他说 政府 最后 都是 在抗疫 都是一个 结论 一个政府 这就是盧宠茂 针对他和李家超的关系 那个的回应 但是这个回应 当然有问题 首先 其实我不明白 作为一个公职人员 这些高官 他们不是公博吗 为什么 盧宠茂会觉得 他 这些局长 或者特首 会是 市民的父母 为什么还用一些 这么封建的 比喻 这个 我不太明白 第二个 他用 夫妇 他说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妈妈 他和李家超是 夫妇 当然这个比喻 都是有些 我觉得一般的 其实盧宠茂自己都知道 他自己用这个比喻的时候都说 他觉得不是很适合的比喻 当然不适合 那个是老板 不是平排的 但是盧宠茂说不适合 但他又 继续去用这个 比喻 这些 都不是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我觉得 为什么这个比喻 出事 现在他讲到 一个做好人 一个做 坏人 什么 局长你和特首 你出来说些 不是看了很多数据 做了很多研究 然后有一个结论 这样去 赞成 或者 看了很多数据 做了很多研究 然后作出了一个 结论 然后出来反对 不是这样 你们原来是 做戏的 一个做好人 一个做坏人 然后 角色扮演 这个 我觉得这个答案 就相当不得体 因为 叫市民 以后怎么信你呢 以后出来 你去反对 市民就在想 咦 难道你这次又扮 又扮哪个 这个坏人 想去衬托 不知道谁做好人 然后你赞成某些东西 就觉得 市民就会想 你现在是不是真的觉得 看完数据 做完研究 觉得真的值得支持 还是 你不想人家批评你 純粹去做好人 市民分不了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 讲真 什么时候讲假 什么时候 做戏 什么时候 是角色扮演 所以 局长 这次的比喻 不行 一样 除了 说到他和特首的关系 劳宠某在这个访问上 也有提到 一些 抗疫政策的检讨 因为刚刚 口罩令都取消了 即是 所有的 所谓的抗疫措施 现在都取消了 通常这些时候 就做总结前瞻 亦都无可避免 记者都会提到 那个 被特首说 不做的 独立 检讨委员会 在这方面 劳宠某 就 可能他不敢 就不会李家超 做坏人 他做好人 在这个问题 大家口径是很统一的 劳宠某都说 他是不赞成 去做这个独立 检讨委员会 当然政府也落了结论 是不会 去成立独立检讨委员会 去检讨整个疫情 劳宠某有 有些解释的 首先他就说 他 不想做 历史学家 所以他不喜欢 看回头 他认为 现在的东西要向前看 我这里 就要跟 劳宠某有些相隔下 其实外间要做检讨 要去做独立检讨委员会 绝对不是 要去做历史学家 其实大家 正正都是想 向前看 但是 一般人 正常人的理解就是 你怎样才可以 向前看 好好地总结 历史的经验 以知道当时 如果犯了错 其实要认错 当然 第一件事 然后去看回 当日 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 我们才可以 日后 避免 重蹈覆车 所以大家认为要做检讨 甚至做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 其实是这样的情况 不是要做历史学家 不是 要活在过去 其实这个 要做一个独立检讨 正正是向前看 一个很重要的一步 如果不是 你永远都没办法 迈步向前 此其一 不过 老崇某自己说 不回头看 不做历史学家 但是其实他在访问里面又回头看 他就说到 其实为什么第五波 政府做得不好 他有个结论 他有个看法 其中的原因就是 他觉得是因为在2020年 2021年 当时香港政府 抗疫做得太好了 太成功了 他在这里就说 因为之前做得太好 太成功 所以才会导致 跟着 可能有些长者 轻视了 不去打疫苗 觉得没有需要 因为之前 抗疫很成功 没有什么爆发 没有什么感染 数字不高 这一点 我亦都觉得 局长有 值得相确 他现在说到 长者轻视了 所以就 没有去打疫苗 难道是 长者的错吗 我觉得 所谓的我们要去检讨 是为什么 如果 疫苗接种率低 是局长认为 第五波爆发 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你就真的要看 政府 为什么当时 当是长者轻视了 你为什么 任由长者轻视 其实市民 更加关注 是这点 政府 究竟 有做什么 和没有做什么 因为政府 拥有公权力 亦都拥有 最多的资源 去做这样 或者不做这样 所以如果你把那个责任 你现在说自己 一方面说自己 反而自己做错 就是因为自己成功 自己做得不好 就是因为自己成功 还有 这里 已经有些老鼠 跌落天平 另外 那一点 就是将市民 将最后做得不好 交换长者轻视了 不去打针 亦都有些委过于人 这两方面 我觉得都是 不值得鼓励 我们最想知道 就是政府的责任 最后 这一点 我觉得 亦都很紧要 更加紧要 卢宠默说 其实检讨也是会做的 政府正在做 他说 检讨正在进行中 因为他说只是没有用独立调查委员会 他说政府 检讨正在进行中 香港是一个透明度很高的地方 在适当的时候 适当的地方 就会告诉市民听 这个检讨的结果 这个我觉得真是很大的问题 你说你在做检讨 但是全世界都不知道 全香港人都不知道 是你自己在闭门造居 做个检讨 你怎么可以 去说服到人 觉得你是 做对的检讨呢 你是看对的问题 如果你当日 是有正确的判断 理论上你就不会犯 A错 B错 C错 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 所以同样 今天当你做检讨的时候 其实你是应该邀请 不同的持分社 甚至 就好像你说 香港是一个透明度 应该是高的地方 你应该在公众的眼中 公众的眼下 去进行这个检讨 一旦 做得好固然好 做得不好 或者方向出了错的时候 都有各方的人士去提醒 去及时 调整这个方向 这样你才可以 确保 那个检讨做出来 其实它是有实际的效用 如果不是 又再重蹈覆设 就是 浪费大量的资源 人力物力去做一个检讨 而最后出来 因为那个方向一开始 就走错了 你说去机场 但是你由始至终 都没有过到海 在港岛 走走走走 你这一生都去不到 七合格机场 飞不到出去 但是你就要及时 在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你让大家都知道 让大家有机会 去糾正你一些 可能犯的错误 但是你没有 所以这里 所谓的检讨 这里 是一个 最大的问题 好 今天 和大家 聊到这里 拜拜 拜拜